壮族是中国和越南两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统称壮族 1965年有总理周恩来的提议 壮族的壮改为强壮的壮子 人口主要聚居在南方 范围东起广东联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西至云南门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北达贵州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的主要分布区 其余因为工作升学就业散去在全国各地 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 中国境内壮族人口数为19568,546人 黄、秦、维、农、墨、岑是壮族六大姓 一般都是为历代部落首领土司世家 南门壁上还有藏蒙维壮文字 我们熟知的维维、李宁、赵传、墨惠兰都是壮族